一份答案就是一个历史的记忆 一份答案就是一个历史的传承 我叫蔡安当志 平时工作主要负责历史答案的整理和管理 他这个原先的这种折叠状态 是不宜于长期的保存的 他们现在就是对原先的这种保存状态 进行一个除尘和斩屏 破损状态的这种历史档案 交付给我们管内的一些修复人员 保护完成的这个斩屏的这个档案进行扫描 扫描进行数字化 数字化整理以后 我们就是对这个原件就得到了一个更好的保护 申报中国档案遗产名录 世界记忆名录 这是我们档案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像这个元代西藏官方档案 总共是由22件元代档案组成的 在2002年的时候 申报了第一批中国档案遗产名录 13年成功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 这就是对我们档案工作者来说 是一件非常兴奋和骄傲的一件事情 档案的保管和整理 它是其他一切业务工作的一个基础 只有我们做好了整理工作 才可以更好的去利用它 开发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